法官法師早晨 今天特地來請教一下 為何你會舉辦了一個 中文碩士班的佛學課程 讓我們的朋友有興趣來報讀 就知道課程的理念和內容 可不可以請你介紹一下 希望香港能夠傳達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 學法以法學,法學以學法 將實踐和佛法的理論上的理解 教授理解,融合或一體 這是基本理念 這也是和我們中心的一個啟迪的佛法原則 叫做不跟,信、勤、念、定、為 當中有為,為的開始 首先要學習,要文法,要文師修 最終作為一個理想 就是佛教所說的智慧 就是完整的智慧 在最終的境地上 其實就是智慧和慈悲是不可分的 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 但在我們這個境地上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從文法開始 包括學術的研究 今天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將這兩個黑白分得太開 要是說,如果佛法是修行的 為何還要浪費時間去讀書呢? 教書呢? 另外,學術的,學術還學術的 就不能參與實踐的 兩個不能合一體 所以我其中一個宗旨就是 希望能夠存在這個訊息 我認為這個訊息是錯誤的 一向的強調 將兩個黑白分得太開 是錯誤的 今天我們要提倡 這兩方面要組合起來 講到佛學研究 我經常很感嘆 我們真的發覺得很慘悔 因為我們,尤其是我們漢系的 漢系的佛子應該很慘悔 因為從現代來講 大概兩個世紀之前開始講 我們看到所有重要的佛教經典 包括大乘經典 都是要等到西方學者 更甚至等到天主教的神父 去研究我們的佛學 研究我們的耳聞 將我們的重要經典翻為英文 或者是法文 或者是德文 佛子開始 尤其是我們漢系的佛子 我們叫做賢王子孫 我關於特別是賢王子孫 我是賢王子孫的部分 這是一個原因 所做到的 到今天為止是很少的 除此開始真真研究法學 有能夠佔一席之地 今天在國際上 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比別人 英國、美國、歐洲 法教學者、日本的法教學者 真的願意在他們之後 所以我們應該要感覺到很慚愧 我們是有很重大的任務 但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做得到 所以今天我們要提倡法學研究 尤其是中文系的法學研究 我們不可以說中文法學 或者是賢王子孫的法學 傳統不豐富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非常豐富的 非常寶貴 但是一向的法學研究 是相當的傳統性 現在現代 世界上很多法教學者 通過現代有系統的 新的思學方法 研究方法 通過議門的研究 通過互相交流 通過各種條件 作出貢獻 我們不可以無事 所以我們真的要謙虛向他們學習 佛教中文系的傳統 雖然是很偉大 很豐富 但剛才我所說到 到現在為止 大部份都是非常傳統性 現代的不是很少 現在慢慢開始 但是台灣只能夠 這幾年 這十年左右 十年八年 能夠有相當的成就 都是因為他們 能夠採取開放的態度 吸收 好像日本人 日本學者那樣 吸收外國西方的自學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所以這樣成功 所以其他地方 特別是香港的地方 我們就要注意這一點 我們要向台灣 這些地方來學習 即是說到中文系來講 英文是稍為好一點 但比起來整體來說 整個法學研究 我們自己的法學研究 真是在我們之後 除了一兩個很大的例外 比如說我們的印信導師 旅程教授 這些真是大天才 他們是有一個很大的例外 除此之外 我們一般真是沒有什麼成就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願景 我的一個使命感 希望我們能夠 我現在退了勾 有些時間了 我一向都是想著 我將我聖兒的生命 希望獻身衣 以往只先下一代的法學研究 將下一代的法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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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屆就停了 我當時也有參與少少的教過 一頭的法學研究 其實裡面的內容 也基本上是很傳統的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個局勢 我們要在法學研究方面 要重整起來 特別是中文法學研究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能夠 以中文來辦正式的 有大學水準的 有大學的自學方法 有現代西方自學方法的精華 吸收了這個精華 這一種的教育系統 但這些都需要時機 似乎現在時機慢慢已經到了 最初其實我也想著 我們這些課程是附屬 Catlandia大學 Catlandia大學 是斯坦加的很出名的佛教學府 有百多年 將近一百四十幾五五十年 佛學研究的傳統歷史 但是他們的課程都是用英文教的 或者是他們的升級 升級升級升級文教 從來沒有准許過用中文教書 所以我最初都沒有信心 能不能夠做到 我就盡量去爭取 去掙扎 所以我們都算 所以我剛才說 時機似乎已經到了 因為想不到他們很尊重我們的意見 很同情我們的想法 經過一番的爭取 一步一步的通過 我要寫很多解釋 很多建議書 最終就批准了 第二步就是這個教育局要批准 亦都很麻煩 香港教育局我覺得一個問題 就是很制度化 很協助 我認為其實香港人應該有自由 尤其是宗教方面 有研究、學習宗教的自由 應該鼓勵他們 這是對社會 整個中國文化是一件好事 但是 我每次申請都非常均衡 我覺得他們都明白我們的用意 我都很感激他們 很多方面都很諒解我們 但是他們因為 都是在一個制度之下 他們受到他們的限制 所以都不容易 所以經過一番的 詩信來往 詳諾 這些 最終也都通過 所以因此 我就立刻開始 就招生 施立中文系佛學 就是這樣 第一屆去年 是的 去年是第一屆 初初都不知道反應如何 其實看來 反應非常好 反應其實比英文佛學的課程更好 人數來說 老師的反應各方面 我都很感激老師 第一 有一點我們要說 我們的中文學課程 是香港我所知道的 我在香港大學教了十幾年 我所知道的 就是中文方面最好的詩資 應該都在我們這裏 可以解釋一下 譬如說我們有廣慶教授 香港大學的廣慶教授 這種課程還未有過 還有我們裏面的課程 是因為 這個是一個 跟隨現代的學術系統 設立的課程 所以考慮到整體性 考慮到類用各方面的整體性 例如我們有必修科 我們必修科當中 一個是初期佛法 因為那是基礎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相當的理解 這個原始佛教 或者是初期佛法 有相當理解 沒有這個基礎 所以我們強調第一個 是要研究初期佛法 現在我所知道的 所有中文系的課程 是沒有強調這一點的 這也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我們有強調初期佛法 為什麼強調呢 我們將它設為一個必修科 學生一定要修這個科目 第二 另外一個必修科是 印度佛教士 這也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一般你看 比如說其他大學 都有多少課程 但他都未曾有正式 一個完全完整的佛教課程 比如說中大 他有宗教學的石石課課程 但不是純粹的佛教課程 似乎現在他們都慢慢想 發展完整的佛教課程 但仍然在發展的階段當中 是我們第一家在香港創立中文媒介的科學課程 是我們第一個做的 已經做了現在一年了 所以我們都覺得有點安慰 都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剛才提到的特點 就是除了初期佛法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有另一個必修科 是印度佛教士 為什麼是一個佛典 你看其他的 就算現在是 比如剛才我講到的 中文大學的課程 當然他們是他們的偉大的 我們很讚賛他們 很隨氣氣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為什麼有什麼特點 跟他們不同 講到印度佛教的強調 我從來沒有見過 賴自台灣的課程 台灣用中文教法學的地方 都不是強調印度佛教的教義和歷史 我本人受到印信道士的影響 印信道士是現代 可以說是第一位 真正令不到 如果我們要搞好自己的 看系佛教思想的理解 要深入要徹底的研究 一定要回歸到印度佛教 因為佛教 中國佛教也是從印度來的 這是一個客觀歷史事實 我們不可以否認 所以他本身以身作則 研究 花很多時間研究印度佛教思想 印度佛教歷史 比如說他之後的成果 相當可觀 他最初稱為阿含十四講 然後再改編為佛法概論 這些是阿含經的研究 後期他有一個習阿含經的匯篇 他將整個研究 將整個研究重新再整理 以及對照 《兒騎斯地論》的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論文 叫做《Matrika》 他亦都研究整個原始經典集成的過程 這是他很外力的貢獻 他裡面所發表的很多言論 這篇論證是前人所未發過的 所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這本書叫做《原始盛典之集成》 得到外國包括日本學者的讚賞 例如說《水夜宏圓》 這位偉大的法學家 在日本已經過生幾年前 他自己雖然本身屬於禪宗 草動宗、禪宗 但是他一輩子都在研究初期佛教 巴利文佛教 當然他亦都精通漢系的大成佛教思想 但是他特別專長於巴利文和上壽寶佛教 他對《原始經典》也非常有研究 他亦都精通巴利文 但他看到《印象法師》這本書 關於《原始經典》過程的編集過程的研究 很讚嘆 他曾經寫過文章 就是讚嘆說《印象法師》說的是最合理的 得到這樣的知學 這麼有成就的日本學者 這種讚嘆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印象法師》是一個非常大的 極大的例外 類成也是 還有他做花多時間研究 除了《原始經典》之外 就是阿比達莫 他有一部《洋洋大觀》的主作 叫做《說一切有報》 《論詩及論詩之》研究 當然之前亦都有 例如說《衛生學探員》 《聖空學探員》 這些就是強調他自己熱身作質 追溯回歸到印度佛教 所以強調佛學的理解 整個佛學發展的理解 是要基於印度佛教佛法的理解 所以這一點我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我爭取到 將印度佛教史編為一個必修科 所以現在我們有兩個必修科 這個必修科其實 都在斯坦教的課程中 本來不是的 本來是只有初期佛法 是一個必修科 現在我們變成了兩個 除了《原始佛教》之外 或者初期佛教之外 是由印度佛教師上市 其他課程我們是有大乘思想的 比如說我們有遺識 我們有中觀 我們有大乘佛法 希望等我有多些時間精神的時候 我會用中文教巴黎文教 當我們現在有英文系的巴黎文選讀 經典選讀、巴黎文文法等等 法文文法 但是在香港 我所知道 仍然有人這樣教指導這方面 這麼重要的 原始經典方面的研讀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是沒有分中派的 而且我們是沒有分中派的 比如說我們不是屬於天台中的法學院 或者是正土中的法學院 我們是沒有分中派 也不是所謂藍前的 你看看我們的科學前 大部分都是北傳的 你看看大乘佛法 遺識 尤其是思想的 中觀 這些全部都是大乘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這樣的 部派概念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其中的特色 所以我認為 我們今天需要強調的 需要提倡的 需要推廣的 以往子孫的奉學研究 是要這樣的形式的 所以等於說 這個是代表我的理念 我自己的一個全景 所以視乎現在慢慢 是希望有能夠實現的一種可能 希望是這樣繼續發展下去 我想問你認為哪一種學生 會有興趣 你會覺得適合哪些學生讀的呢 是你的課程 那個理念你講了 就香港我們一般 我們的同學 你見到的現象 是適合哪些人士來報讀的呢 其實我認為各個層次的學生 都應該來報讀 因為現在法學是甚麼回事 有系統性的大學系統裡面 那種法學是甚麼回事 一般人都不知道 包括有學識 因為有學識的那些佛教導 不是佛教導 他們一般讀過都不是佛學 所以有些是去住院 聽過那些課程 一般都是非常傳統性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 各層次的佛教導 都應該來嘗試一下 理解一下我們所強調的佛學是甚麼回事 這個生意不是這一兩年正開始有的 我在書冷家教書的時候 其實我最初自己研究 年輕人研究的時候 都經常想到 為何我們賢王子卿 我們中國的系統 我們中國的傳統 為何這麼落後 看的書都要看日本的書 要看西方學者的書 正能說得這麼精彩 別人說得這麼有條理 能夠引經據點 我們充其來有很多 普通的所謂講經的書 如說學文 每一本都是如說學文開始的 寫一些文章 大朋友都說 經說佛說 到底是甚麼經呢 是否真的佛說 是否真的佛說 簡單說一句 最謙虛的說法 似乎都不太有份量 所以我當時是 自己開始認真研究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原因 為何我認真研究佛學 這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 一向都有這個心願 希望我能夠自己學 如果有所成就的時候 能夠獻身於 以往子孫下一代的法國分裂 首先方面 首先第一點 剛才我說的 我們強調是超越中派觀念 其中更加強調是要回歸印度佛教思想 而同時不忽略自己中國傳統 自己能夠以中國傳統為榮 自己能夠以中國傳統為榮 譬如說 我們現在 我是很強調大乘佛學的 有些人以為我是 是甚麼小盛傳統 我的內心是 我是一個佛子 我是向佛學習 不是向任何人為的傳統 當然傳統我們要尊敬 我們都能夠以自己傳統為榮 但是更重要的理解到佛陀教的是佛法 所以我們要學的是佛法 我們是向佛學習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我辦學的原則 所以我剛才說到 我一向都感到我們二王子孫 首先就是在國際上 尤其是說二十多年前 真是很加人說 是能夠佔一席之地 今天似乎好一點 很多一點 印信法師這麼偉大 但是他都不懂外文 他不懂英文 所以他的文章最初 其實到今天為止 很多學者都不能夠分享到 現在又慢慢 我們在這裏介紹他的思想 還有些幾部書 三、兩部書最少 已經翻譯為中文 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 乃至要能夠翻譯出 好像印信法師那些成果 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些就是實踐 這些就是實踐 你感覺到學生能夠感動到 或者老師學生能夠感動到 你教書 你不只是教書 你覺得很歡喜 你得到的 你的人生意在就在那裏 學生也是 他不只是來聽你的課 譬如說想學些文化 他想聽的是佛法 他聽到佛法 得到一刀的心起 一個發起 覺得有意義 他能夠生存下去 還有他可能 生活中有其他很多煩惱 但這些煩惱 忽然間變得很其次 等於說佛法 我們設立平台給人家的機會 改造別人的生命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佛法中心 其實是個道場來的 所以不好分 所以我經常叫一些學生 或者有些學生很發心 很支持我辦學 但有些人不明白 以為我想辦的一個大學 所以我很敏感這一方面 跟他們說 不是的 我們講到學術 我們應該不可以輸給別人 可以這樣說 這不是說我們自大 而是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要辦得好 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賢王子孫的傳統 所以我們要認真 我們可以說要做得出色 但是在同時 也要知道我們 剛才我說的 不只是為推廣研究 推廣學問 乃至不只是推廣教育 而教育 所以 因為這個教育 不是一種普通的教育 是一種創意的教育 是一種佛法的創意教育 這個創意教育 就是能夠希望通過 化學研究和提供平台的氣氛 這種機會 等到那些學生 等到師生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 得到一個啟定 得到人生的意義 自己去發現 到底是甚麼真正佛法 真正佛說是甚麼 而將它應用於自己的生命當中 這是最重要的 例如當我說過的時候 我的感覺不是我正在教書 這是別人給了學費 我要教書 是我的責任 不是這樣 我的責任是一種宗教責任 不是一種機關式的責任 制度裏面 撫意我的責任 當然是覺得 我應該要講的話 我要講出來 應該要強調出來 所以我經常叫這些朋友 我都說 快點去法國發燒律上課 去聽他開市 我不是說你是教書 我覺得你在這裡開市 而開市 最重要是 你能夠開市到 能夠有印經據點 有一個 不是亂講的 你喜歡講甚麼 這樣就是最重要 所以為什麼就是 學佛要佛學 就是這樣 我覺得最精彩之處 在這裡學習 就是我們作為學生的體驗 就是 你是講巴里文經典之餘 你真的在開市佛徒 那句說話 或者那個經典記錄 在那個經典的基礎上來 對 帶領著學生 去 去 去 從女心 發出來一種 我覺得是領受 對 對 去理解 佛陀想講的是甚麼 這裏 在搞甚麼 對我們 有甚麼意義 所以其實如果說文法 最後不是很掌握 但是覺得巴里文很美麗 很絕佛 它的語言這樣用 你能夠表達出來的概念 是啊 還有很音樂性 你能夠感覺到 哇 這個語言很偉大 很微妙 很深深 那時候已經夠小了